我手上這個就是SkyWom最新推出的4G版漫遊神器 去旅行之前就上網衝一衝直 就可以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用到上網 我們一場來到曼谷當然要試試神器有多厲害 神器的用法亦非常簡單 透過WiFi連接 登入機背的網頁 選擇不同的日數衝直 用信用卡付錢 24小時就可以用500MB的數據 如果超出數據的用量就會限速度128KB 我們現在測試一下漫遊神器的速度有多快 用一個Apps可以看到它上下載的速度 測試結果下載大概10MB 上載大概17.5MB 對比記者在香港租用的WiFi彈 用的是泰國的大型網絡供應商DTEC 下載的速度有3.8MB 不過上載只剩下1.5MB 神器的速度明顯較快 在上載的速度方面 一段大約180MB 兩分半鐘長的影片 用了大概一分半鐘來上載 表現都算不錯 神器的賣點可以去到當地才選擇充不充值 用盡24小時 就不用每次去旅行的時候 又要租又要還WiFi彈這麼麻煩 不過代價當然就是錢 記者租用5日曼谷的WiFi彈需要$200 香港人經常去的日本、韓國、台灣 最貴的日本就$240 而韓國和台灣只需要$140 而神器就要超過$300 所以最划算是去歐遊或南美跨國使用 對比市場上幾家常見的WiFi彈租用公司 全球使用的WiFi彈一般都要$80一天 超過500MB亦都會限速 而Sky Room就可以買10天優惠 平均就大概$62一天 覆蓋的國家除了東南亞之外 歐洲軟治冰島、非洲的南非、南美洲的巴西都可以用 Sky Room最多也可以連接5個裝置 而500MB的數據用量 以一條2分半鐘的凍生紋 平均就用了26MB的數據 大約可以看到20條 記者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上網、查一下Facebook、查一下Google Map 就大概用了255MB 雖然我們測試完這裡 在曼谷的速度都算可以 都幾快 但是因為這個神器 它有不同的供應商 每個國家的速度都有機會不同 機身就大概兩部iPhone的厚度 放在褲袋也非常方便 價錢如果短油日本、韓國、台灣就不划 以10天的跨國歐油或南美油就最划算 而不做WiFi彈麻煩的你 又會不會考慮入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